中午早上英語綿綿 依舊無法交習習良愛農自行車活動 參與者的滿腔熱情 國父紀念關籤 名模陳思璇和專業自行車教練 帶頭進行暖身操 而當活動發起人 今年取得我國國籍的 職貢車站法王和他的弟子 人親多級人波切線聲 更讓現場民眾歡呼聲不斷 活動響應10月16號世界糧食日 倡導環保永續發展的理念 所以我作為一個 聯合國農屬屬下的 全球山地夥伴 一個大使來說 也是一個自己的英語的責任 所以能夠今天開始 要這樣一個活動 為台灣的生態環保做一些貢獻 活動選擇以無污染 節能減碳的自行車方式進行 總共3000人參加 除了國父紀念館 還有包括新北 桃竹苗等地 共12個起點同時出發 其中新莊站 還有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雕建生共襄盛舉 頭戴安全帽 身穿雨衣風雨五組出席的 也不乏年紀較大的長輩 一同展現對糧食議題的關懷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我們要來珍惜我們的糧食 這個糧食都是辛苦的代價得來不易 那我們也藉由騎單車來響應大家 喜良愛 良愛台灣 各地車友列隊騎乘 最後在苗栗縣政府前廣場集合 參與農業嘉年華活動 訪王親身走訪各個攤位 希望身體力行 帶動所有民眾 更關注愛護台灣的土地和糧食 將環保理念永續流傳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